这是斯蒂芬金第一部改编成电影的小说 也是约翰·特勒瓦尔塔第一个主要电影角色 是昆廷·塔伦蒂诺最喜欢的电影之一 娱乐周刊将其列为有史以来第15部最恐怖的电影 入选了美国电影协会2001年100部最惊心动魄的美国电影名单 是死前必看的1001部电影之一 这就是今儿要跟大伙聊的诞生于1976年的美国恐怖片《魔女嘉丽》 嘉丽在学校是一个不受同学待见的高中女生 由于笨手笨脚又不善言谈经常受到同学们的欺负 她那位狂热的宗教信徒的老妈从来不跟她讲关于女人生理方面的知识 以至于嘉丽第一次来立架的时候被吓坏了 幸亏善良的体育老师保护了她 嘉丽的超能力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当校长一遍遍的念错她的名字 嘉丽愤怒的情绪把一个无辜的烟灰缸给打碎了 在回家的路上嘉丽再次无意中使用了超能力 把一个嘲笑她的熊孩子撂翻在地 嘉丽的老妈不仅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而且还是禁忆系的代表人物 自要是一吃饱饭就开始到处乱窜跟街坊森林步道 搞得邻居们都非常的讨厌她 当她从学校那边得知嘉丽来立架后 这位精神不太正常的宗教信徒警告嘉丽绝不准交男朋友 而且还把亚当夏娃搬出来举例说明 认为这就是不结合罪恶的开始 最后把嘉丽关进小黑屋 让自己的女儿好好的向上帝忏悔 在这种生活环境下 嘉丽的精神还没有错乱 唯一的解释可能就是撒旦报了忙 为了教训在浴室里欺负嘉丽的女同学 体育老师对他们进行了提划 不听话的人将会被取消参加舞会的资格 叛逆了克里斯对嘉丽有着毫无理由的仇恨 体育老师因为嘉丽惩罚他们 让他觉得非常的不爽 一怒之下就撂条子不干了 这也就意味着他放弃了参加舞会的机会 他本想煽动其他同学跟他一起反抗 但别的同学也觉得他做的有些过分 最后克里斯只好一个人灰溜溜的走了 这件事也让他更加的仇恨嘉丽了 自打发现自己有超能力后 嘉丽便到图书馆查找关于意念发工的书籍 并按照书中所教的方法开始系统的训练 小甜甜之前也欺负过嘉丽 但经过反省他认为自己做的不对 为了弥补对嘉丽的亏欠 他希望自己的男朋友汤米能够邀请嘉丽参加舞会 本来汤米不想答应 但耐不住小甜甜的软磨硬泡 他只好在图书馆找到了嘉丽 邀请嘉丽一起去参加舞会 但是却把嘉丽给吓跑了 嘉丽把这件事告诉了体育老师 他认为这帮人肯定又是在捉弄他 但体育老师却不这么看 他希望嘉丽能够振作起来 给了嘉丽很多的鼓励和信心 转过天 汤米再次找到了嘉丽 希望嘉丽能跟自己去参加舞会 汤米的执着最终打动了嘉丽 而与此同时 克里斯也在谋划一个整股嘉丽的计划 他找到男朋友约翰特拉娃尔塔 一帮人来到养猪厂搞了一大盆的猪血 准备在舞会上恶搞一把嘉丽 晚上嘉丽把汤米邀请自己参加舞会的事情 告诉了老妈 他老妈一听当时就疯 这个被嘉丽的老爸抛弃的女人 认为这个世界上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坚决不允许嘉丽去参加舞会 不过这次嘉丽没有屈服 利用超能力把他老妈给震慑住 他老妈认为嘉丽和他老爸一样 都是被撒旦给引诱 在舞会的头天晚上 克里斯和约翰特拉娃尔塔 把满满一桶猪血掉在了舞台的上方 准备到时候把嘉丽叫成了骆汤鸡 为了能成功的实施这一计划 克里斯还联合了几个臭火腔头的女同学 这是嘉丽第一次参加集体活动 而且还是学校里公认的大帅哥邀请自己 他自然不敢怠慢 他不仅亲手为自己做了裙子 还准备精心打扮一番 他老妈虽然一百个不愿意 但也知道斗不过自己的闺女 是干着急没有办法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汤米把嘉丽给接揍了 舞会的现场来了不少人 乌央乌央的比感激还热呢 嘉丽像一只丑小鸭 蜷缩在角落里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最后在体育老师的鼓励下 终于鼓起勇气和汤米走进了舞池 这是嘉丽有生以来第一次跳舞 他甚至不敢相信眼前的场景是真实的 就在一切都看上去那么美好的时候 黑暗再次笼罩在了这个不幸的女孩身上 舞会的最后有一个挑选最佳舞伴的环节 在克里斯的暗箱操作之下 嘉丽和汤米被选中了 第一次成为众人的焦点 嘉丽无比的激动 他站在舞台的聚光灯下 感觉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但是他可不知道 克里斯和约翰特拉沃尔塔 此时已经抓紧了那根 盛满猪血的铁筒的绳子 及时赶到现场的小甜甜 发现了克里斯的阴谋 但是却被一直怀疑 他图谋不轨的体育老师给拽走了 就在嘉丽享受着幸福时刻的时候 一大桶猪血从天而降 浇在了他的身上 一切美好的景象 如同泡影般在嘉丽的眼前破灭 他对这个世界 对所有的人彻底失望了 他要让在场的所有人付出代价 他利用超能力关闭了所有的门窗 用高压水龙头惩罚了嘲笑他的人 用电击的方式干掉了多次念索他名字的校长 即便那位一直帮助他的体育老师也未能幸免 舞厅里很快燃起了大火 除了逃出去的克里斯和约翰特拉沃尔塔 没有人能够幸免 浑身是血的嘉丽走出舞厅 克里斯和约翰特拉沃尔塔的汽车迎面时来 嘉丽猛的一发功 这二位的戏份当场就杀了清 嘉丽回到家 母女俩拥抱在了一起 但他的老妈认为他亵渎了上帝 照着嘉丽的后卫猛刺了一刀 嘉丽从楼梯上滚落 当他看到那位已经精神错乱的老妈 要治愈他死地之后 利用超能力把他老妈给干掉 嘉丽这种好人坏人一勺会的行为 激怒了上帝 老爷子天降石斗鱼 把嘉丽和他老妈一起给埋葬 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 唯一活着的小甜甜来到了嘉丽的坟前 但魔女嘉丽似乎还没有死 一把抓住了小甜甜的胳膊 影片的制作成本大约180万美元 全球票房3000多万 由于预算的限制 影片中有一场嘉丽炸毁加油站的戏 被获取消了 在拍摄小甜甜到嘉丽的坟上 馅花的场景时 为了让这场戏显得不那么正常 饰演小甜甜的海米侯文 是后退着走的 然后再倒着播放 我们可以看到路上的汽车 是倒退着行驶的 这是斯蒂芬金的第一部小说 之前这哥们还在一家习店上班 实行为1.6美元 饰演小甜甜的海米侯文 手上戴的戒指 是斯蒂芬金送给他的礼物 他也是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的前妻 影片的拍摄时间为50天 是导演布莱恩德·帕尔玛 第一部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电影